注意事项 大家要清楚这一点 第一 纯是太极权的抱权礼 大家要掌握要明确 不管是谁 所以我们学是太极权 要互相的一种尊重 师徒 学时和朋友之间 前有之间 都是有互相的一种尊重 一种礼意 所以我们的学权 不单单是学它的套路 学它的文化 学它的历史 学它的道德 学它的内涵 学它的精络学 我们学到太极权的 整体的包括了 这个是道家佛家 儒家 哲学 各方面 还有中医学 中医学 中医科就是中医学 包括我们的茶文化 很多的文化荣物在里面去 所以我们 不单只是说 光是谁 它的一个动作 但我们对出学者来讲 就是谁 它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对身体 其实规则的方面 要求是有一定的 注意事项 第一 保持身体的手型 就是想讲到手型 就是说我们的抱前领 讲到抱前领 就是掌型 四个手指弯 四个手指弯伸直 五指扣回来 这是武术的掌型 右手四个手指弯伸直 捡回来的时候 五指加在十指中指的第二掌 保持 在松口的一个握前 就是抱前领 保持母指内扣 你的保前领 四指伸直 六手拳 这意思是武术的意思 那就是文的意思 文武双全合在一起 保持我们的松口之间 牧师前方 保持还有一个精气神的一种 气势 我们写套路的东西 保持在松口 松口呢 压在你的劳工学者 这个劳工学者里 了解两脚定笼 牧师前方 手弯曲 稍微转一下 就是抱前领的礼仪 也是互相的礼仪 也是您好的意思 也是再见的意思 我们同行呢 就很明白这个权理 权法 它这个是很互相的种尊重 所以我们其实 千万不要把母指都打开 这样子是对太医 我们一种骄傲的 我们保持那么晚 但是呢 我们不能保持这种状态 所以呢 在他的行李之前呢 一定要牧师前方 不能左看右看 右上看下看 这样子对我们的一种 事实是很不一样 因为太医前 讲究了这种金器神 在里面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 好 那讲太医前的手型呢 那太医前的一种掌型呢 它叫瓦龙掌 瓦龙掌 我们在练食太医前 很重要 先讲工作 为什么呢 我们的手指 小指跟五指 有相合 肌翼 一定要放松 母指 食指 轻轻和在一起 食指 中指 五指 往后悄悄 往后仰 保持我们的掌型 一定要放松 就是劳宫瀉 劳宫瀉 跟中指呢 有那个连接在一起 跟我们的一个 经络 经络一直沿着这种 身体到我们的松 这个松部这里 所以呢 我们在练食上 太医前 一定要放松的基础上 也就是升职 自然 升职 不要弯曲 捡回来 这个一定要注意 第三呢 就是说 手稳 一定要放松状态 不要握得太厉害 一定要保持这种状态 放松的状态 一定要不要僵硬去握 需要注意大家 再掌握好这一点 第二手稳 是前法 前法呢 很讲究五术 前法是一致 但是它的腰球 握的力度 不一样 它保持手指 弯曲捡回来 同时 母指 就是食指 中指的第二节 但是呢 它还是保持一种 松弛 放松的状态 不要过于用力 不要把母指 压在食指的中间 那就是很容易 造成一种伤害 自己伤害 就是保持 这种 前法 要空 又不是空 它空虚空谈 很自然的一种状态 因为它以前呢 在法律的同时 它讲究 紧松 紧松 所以呢 你可以掌握这种辅助 就是第二阵的手 第三呢 手行呢 就是说 是它的勾手 武术的勾手呢 很自然 自捏勾用力 那太拳的勾手呢 陈斯太拳的勾手呢 保持五指 智人 内容 保持 骨口这里 放松 一个圆形 保持 这样子呢 会保持我们的楼宫 现在智人 这种放松状态 因为呢 我们练到 气也算呢 就是练到太极心呢 气功和气的时候呢 就讲到我们的 筋络学在一起 人体筋络 中医学的一种 其中基因 所以呢 我们 第一个练食动作 我们讲 他以前讲叫 意气型嘛 我们练食 套路的时候 就是练食动作为主 但是它的 气 还自然那种 呼吸法 那现在我刚才要求 讲到这一点呢 大家注意点 就是讲到 气的时候 劳工 现在这个位置 一定要 放松 自然的动作 不要去用力 特别是 手腕的状态 这个部位 关节 这个部位 一定要放松 自然那种下垂 大家请掌握好这一点 然后到肩的时候走 都是一个位置 在保持这种位置的状态 所以呢 在练食的时候 很自然的捏拢 不要太用力 自然的捏拢 手上呢 有三个动作 手型以外 掌型 拳法 勾手的基础上 一定要掌握好 变换 因为他使唤的 不管是城市 他以前怎么变换 他的手型 是没办法 没有变换 还要掌握 他的一种放松 那种状态 就是练食 大家要注意点清楚 然后到讲到 一个身体的身体结构呢 第一个身体 我们讲到 这个身体的立身中正的 同时 保持目视前方 思灵顶 这样就讲到 这个我们的顶部头部 我们的身体正前方 跟我们的身体后方 连在这极线上 还有我们的耳朵 尖上方形成 一个交叉点 就是顶部 头部最顶部 这个位置呢 叫百慧线 这叫思灵顶症 就是我们顶部这里呢 轻轻地往上提 往上扯上来的感觉 叫思灵顶峻 往上来 叫不要前腐 后仰 走弯 要斜 一定保持身体那种平衡状态 眼神保持平视一种状态 这是要注意点 自然放松 自然用鼻子呼吸 这种放松状态 第三点呢 第三点 叫肩膀 肩膀这部位很容易 叫放松 我们在练拳当中 这很重要是讲到 中间放松 中间沉肿 这几个单子 每天上课是我们做老师的 臂 甲 肌 一气 两气 三气 十气 二十气 都有反反复去讲 但是呢 很难做到放松的一种状态 第一个是颈 因为这个很重要 我们肩膀的位置的时候呢 是有很多的经络 经过我们的肩部 但是呢 它整个的手 肩膀的力量 它牵扯这个提升 这个整个手的力量 所以呢 它整体来讲 它还是需要一种 状正常的一种松间 但是它还保持一种 自然的一种状态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呢 它是紧的时候 它都还有松子油的一种状态 不是很坚硬的一种状态 所以呢 叫自然的松间 要沉走 不要往上提 因为往上提的时候 我们的肤膝就在我们的松腔内 只要掌握好这个 因为它这个手的时候 肩膀同时整个颜体 下来就是松间沉走 因为它整个手打开 就保持一种弧线 保持一种半弧线状态 叫松间沉走松块的意思 那我们这个状态的手管 是给我们的肩膀同高的 不要变着走关节往上 这叫架走 就不要松间 往它打开也好 两个手是形成一种半弧线 在我们身体的一种正前方 保持着松间沉走 含松拔背 就是保持我们的背自然的含回来 保持我们的松腔这个部位松口 这个部位是很自然的一种放松状态 所以大家要掌握好这个点 到我们的腹部腰部的时候 就很重要 我们就叫收腹 它腰 这个东西 大家在理解的角度来讲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一种自然状态 就是收腹 不是我吃饱饭放点水 你看肚子就要肚子吃饱 但我是饿的时候 肚子收回去了 这很一种状态 我就跟一般人性质是不要 我们讲的是 例如说丹田饱满 这是很重要 你不要一点 丹田的时候 然后你太瘦了一巴掌推出去 你就没有气就给你摸出来了 所以说他以前讲 就是他以前乱讲 这一种东西 比如说炼胎脂一下就变肥了 对一个身体有没有 就是说他已经是肠胃好 所以就促进肠胃消化 这种新陈代谢很大的帮助 所以就促进消化 但是我们要吃饭和水 适当地调节 所以他要同时腰快步 所以不要往后塌太过 自然寒松 自然的放松状态 好 接下来就叫松胯 弯曲 松胯的时候呢 我们就认识这个胯关节 内胯外胯同时保持松胯 两个膝盖呢 不要往外摆 内靠 往前 往后 往下的这种摆 都保持 但是膝盖跟脚尖呢 同一个方向的一种状态 一定要掌握好这种状态 放松 然后呢 脚尖 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超过脚尖的时候 它能受力 它往外拍 它也是要受力 因为我们在练拳的时候 它基本的要理呢 都很重要这一点 因为我们在左右移动 重心转要的时候 它是自然的那种旋转 脚不要移动 它是移动重心而已 保持它掌握脚的力量 在我们掌握前脚掌 分身脚要行脚掌 不能前脚掌 后脚跟内侧 脚的外侧 内侧 就是错过了 掌握整体的脚掌 来受力 然后保持我们的拥拳 是要放松 膝盖的部位 一定要保持 要注意 所以呢 我们在练拳 前来说它有分为三个价值 高价 中价 低价 对初学者 对身体比较失诱的同学大家 可以占高价 年轻一点 体力好一点 所以稍微中价 低价 但是不要膝盖 超过你的脚尖 一定要记清楚 这是一个 然后我们在练拳的同时 也注意说 转腰 对的时候转腰 膝盖之前转过八字 千万不能这样理解 我们一定要按这个膝盖 转腰移动重心的基础上 移动重心转腰的基础上 对的时候 脚呢 就自然转一个 整个腿 那有这种螺旋 残咬的一种状态 在自然转一个八字 不要针对是膝盖转八字 转膝盖转八字 容易磨损我们的半夜板 我们的膝盖的关节 所以要注意清楚这边 不要太过去 它整条腿的一种旋转 一起旋转 不是光是转这个膝盖的八字 所以就是造成了一个晕带的 拉伤 状态 还有跨关节也是一样的位置 保持很正常一种状态的旋转 好 刚才我讲到 这个几个身体的注意事项以外 我今天拿一个模特的形状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要记清楚 刚才我讲到第一个的时候 是摆会是顶部头部的 以后就往上提 你看这个模型 你看它是扩收 正常言的讲 它是这个腰是踏步的 这个部位 是吧 松口的时候 它这个是太极前当中 它自然的时候要寒 自然的一种寒松 这种自然一种寒松 自然一种寒松状态 所以你不要去扩松 但我们这个正常模型的时候 它是要磕开的 所以往外磕开的时候 对太极的很有影响 因为我们讲的 用丹田护施法 不是用我们 其实护施是用我们的肺部 肺部松腔 肺部松腔横隔膜 一种结合一种开合 辅助来促进呼吸 人体用肺部呼吸法 对 除了受伤以后 但我们真正的呼吸呢 是用到我们的 复式呼吸法 呼吸 就是说腹部 这个腹部是不能呼吸的 实在话 那呼吸还是来自我们的松腔肺部 一种扩张 扩张跟生长的一种结合 这个筑肩肌 还有我们的松腔 还有航隔肌的一种运动 来完成我们的引体呼吸 我们在母亲的胎盘 用我们的肚磁 肚磁 就是说来 一小时后 在怀孕期间 用我们 是用这个 呼吸 但是我们讲的 这个不是单田呼吸法 不是那个肚磁呼吸法 我们是个单田 经过单田的一种开合 一种快慢 来调节身体的慢呼吸方法 但是我们第一步注重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在练死当中 千万不要把它的松口 我们会扩开 扩开的时候 第一步你的气 就容易憋在我们的松腔内 因为太极臣讲 就练死 注意事实上 要湿 湿 含 含 含 虚 这种状态 不要是扩开 扩开 它跟我们整体的一种背部 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松腔一扩开以后 我们的背部 只讲到命门 就会撑寒解 那尾椎骨的自然 就会往外翘 就是人体的正常现象 但我们在练太极的时候 就是不一样了 它要求的时候 叫松肩存脚 自然寒松发挥 就是这种状态 自然寒松以后 它人体跟它一起 我们的这个经络 就是这个松口 这个整体的一种椎骨 往后椎 就不一样 一寒的时候 这个自然 这个松胯 这个部位 自然就往外拖一点出来 其实就打开 叫命门打开 但是命门没法打开 它只要结合 这个尾椎 也是要往前收一点点 然后这个部位 自然就凸了出来了 就像叫打开的意思 其实打开不了 但是肚子 它正面的时候 这个丹田 这个部位 是可以撑开的意思 所以我们讲丹田 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们练食方法 好的同时 我们还保持它的丹田 命门之间的那种链接 所以我在我的书本上上 也写着理论也讲的 整体的四个方向 就是摆会往上的同时 往上水执 往上拉 会因和脚弓的时候 你会因为主 谢就往下对 往下伸 然后永远谢这个位置 丹田这个部位 是往前这个方位 那个命门这个位置 就在往后 命门在哪里呢 命门就在我们的肚子 以及背后这个位 谢位 叫命门谢 大家要清楚 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练食呼吸以后 它有肾呼吸 逆似呼吸法 所以它练食方法 好 这就变成很 肾逆呼吸这种方法 因为每次呼吸方法都讲 阴阳那种呼吸方法 所以我们在练食 自然呼吸 说状态是要是气 这不能往我们身体的正前方 往上移的 是往背后移 所以我们刚才是讲的 注意思想这个 但初写者不注定在于气 但是大家是了解 这个方面的一种知识 一步步来理解 更深点 还是要往后 再继续 给大家试讲 所以我讲到 这个是松腔跟肩膀的同时 一定要含 自然的状态 然后松胯 你知道松胯 他跟他讲到胯 你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不明显 胯上你看这个骨盘 骨盘之间的时候呢 它跟那个 踝关节 那个胯关节 胯关节你看磨损 它是有一种摩擦的一种状态 所以在引体上呢 它跟这个骨盘之间摸进去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刚好我们的环跳线经过这里 是保持状态 所以这个骨盘的时候呢 你不能往外 不能往外开 不能往外开太多 往外开的时候呢 我们的外骨盘呢 这个位置呢 就很紧的一种状态 内胯呢 就会紧 它没有一个开合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要保持好 它是要松胯的时候呢 你就保持这种状态 你看这个是正前方呢 就是骨落的一种这种状态 是不是 就是说这种状态 你看就是松肩松胯 松胯弯曲的这种状态 所以呢 它北军呢 自然有点网合 这个胯的时候 内收一点点 不要往外开 内收一点点 要保持这种状态 它身体就保持 叫失灵顶至立身中正的一种状态 形成百慧线 跟我们的慧音线的底部 跟我们的那个长层线 就是说我们的慧音 它是我们的那个升级 气中间的底部 是慧音线的时候 就是水积层 形成叫极线 我们也讲三点一线 叫永泉线 永泉线 这边它以前讲三点一线 大家要记清楚 但是有时候它不对齐 但是我们也要讲到三点一线 百慧 慧音 永泉 它在进入写当中是形成的极限 所以刚刚我讲到慧音跟百慧 可以小范围内的时候 就是一种极限 四个方向就是当天 跟我们的命门 形成一种对栏 经常实际交叉 就是叫四项的意思 我们拿入了这个五行八卦的一种 一起来学习它那样的文化 在里面把我们学习太极讲述方向 我们太极限当中是四个方位 八个八法 八法就是彭里几岸采列走口 还有一个就是五行 五行当中它太极限当中是前进后退 左右地中间是讲的 其实形成了我们太极限的十三四 这是八法当中 还有我们的这个动作 所以大家要掌握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刚才讲到跨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松沉的时候 那膝盖的时候 跟我讲到了 千万不要凝转太多 这个膝盖 保持这个半叶板 要治人的这种状态 不要凝凝凝 要靠旋转 所以刚才讲到了 要靠这旋转 抓太多的签 这样子就对一个半叶板磨损 然后左右的韵带 因为它关节比较大 对斜循环就很慢 所以我们在练食太前的时候 感觉的气感就很慢 因为美中切实掌握很难 所以这个颜体当中 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体腿也好 弯曲也好 在保持这个脚腕这种状态 都是很放松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讲着 颜体注意事项 同时日生中 这么是要保持这个肩骨 这个肩膀 还有我们的主腰 都是保持这种松弛状态 颜体骨骼放松 所以我们讲寒松 它要是要这个东西 就是保持这种状态 因为它的模型来讲 就跟我们的颜体站直的正常来讲 这个部位是不能放得太紧 因为我们对那个五致增生 要是很突出 是很要很严重的 它对太子前有帮助 它达到一个上牵引的一种状态 往上往下牵引的一种状态 所以它往上下左右 同时它结合这个 柔弦残咬的一种状态 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左右这个 减准这个 左右残咬的同时 它达到一种锻炼 周身锻炼的一种状态 还在放松的一种状态 所以一越放松 它出汗 这很自然的 那个新肠代色就很快 加快 还包括我们的肺和量 也很慢 很弄风湿 就很加快 我们的肺和量 对我们的肺部 很大的扩张 收缩的一种状态 烧压的状态 所以它在练死太子前 就是有氧运动的一种 很好的锻炼方法 所以我们在练死太子前当中 我们在外形上 也稍微注意以外 我们还要注意它的 一定不能潜伏浩阳 这个尾椎骨 不要往前翘 它都厉害 不能往上这样松 不要往后翘 保持这个尾椎骨的自然 往回一点点 松快的自然一种状态 保持它的一种状态 放松 其实我们在讲 这个太子身体的注意事项外 注意事项外 还原体的骨架之位 还包括简单的瘦位 要注意 原体的瘦位是楼宫瘦 这个部位刚好想到的 还有一个老公瘦 你看它这个手 在这里就保持一种状态 一大金属的立场瘦位 有时候大家不是很熟悉 这个瘦位的时候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 这个银体的骨架的 一种模型的瘦位 还包括以后 你是按摩同时 你不清楚的时候 你会问它这个师傅 按摩师傅告诉你的瘦位 有什么帮助 都是很有了解 因为它是跟处近 我们太子以前的经络 联合在一起 我讲的只是一个简单 包括太子以前的弯 一定保持一种松弛状态 大家已经不能伸直 伸直的时候 它对气息的一种运行 就会加慢 对身体的肌肉 一直帮紧的时候 促进的血液很慢 所以它以前讲 就放松身体 放松你的大脑 放松你的每块的肌肉 筋肉骨头之外 你还要保持它的骨头 在延期伸长 在螺旋的状态 去运动 肌肉是放松的 带有弹性 并不是说它很柔弱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在练死的同时 你又掌握好这种视觉 跟我讲到的是 先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骨架 我们身体的韵带 我们身体的肌肉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承受力 怎么样 那我们需要一步步的感受 然后再继续学识 针对它 那这个只是讲我们身体的整体的一种部位 身体外在的部位 但是对于气怎么运转 里面的内气怎么走 使用一个过程 我也可以一步步的跟大家 在上课及播的时候一步步讲 有很多很多 像个瑜伽也好 很多生的对气的探索 对气的追求 很期望 但是对大家来讲 我也不 你下子是不是很期望 讲这种东西给大家 并不是说很神秘的东西 它以前没有神秘的东西 它是靠练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练时 刚刚讲到身体的注意事项以后 你的就是忽失的状态 忽失都是用鼻子忽失 刚刚只是不学 你可以用嘴巴的鼻子 同时配合一种忽失 上场以后 就用我们的鼻失 就比较好 鼻失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一种 呼吸比较深长缓慢 摇合晶莹那种状态 然后再经过放松 呼吸放松长短 它慢的时候 自人身体那种 肌肉就是自人的一种放松状态 还有我们保持我们大脑安静 放松状态 这是练食抬集拳 那一步步的练食 所以我也很建议大家 在练食站桩 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 所以叫太极的无极装 就是说我们不用去大脑控制它 第一个 就是调节身体周身的一种放松 放松大脑 放松周身的每一块肌肉 每一块的韵带 每一块的骨头之间来调节身体 所以我们在练食的时候 都是讲身体的一种故事 我们不能把动作 先练这个动作练错以后 你再来补救 再来补救